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走的路线是相当于当年的邓小平的路线 1992年 二十 二十八年 1992年 那他的概念呢 要压过邓小平了 这不用讲了 来营造他是改革者的形象 但他改革者的形象的本身是对所有人的欺骗 对国人的欺骗 树立形象是为了是展现他是皇帝 所以他展开新一轮的这种做法 这种化悲痛为力量 什么悲痛呢 美国社会在整个国际社会中营造了完全的反对 就是打击中共的阵营 那也就变成了自己的尿自己喝 来保证内循环苟且偷生 但他要形象很伟大 所以主要是形象 其他是下白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习近平南巡到深圳 今天开始了 10月12号 今天开始 他其实先到了朝中 那香港的媒体对他评价蛮多的 而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觉得没啥了 他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 他南巡的概念取代邓小平 他没有任何政策 没有任何概念 他就学好历史 就做好现在 他完全一切都是山寨的 他的夺权之路走的也是山寨的 他今天执政之路走的也是山寨的 他塑造今天王沪宁同样 江郎才进 他表现出来没有任何创新 他要按着邓小平走过的路走一圈 走一圈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打死他了 美国人打死他了 但他要坚持给人们用改革开放之说 改革开放之说 盗取名义 欺骗国人 营造氛围 树立他自己 什么都没有 他眼睛里别人都不是人 只有他一个人是人 共产党人更是如此 苏联在崩溃的时候 没有一个男人站出来 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站出来 所以苏共崩溃 这是他的话 所以今天九千万 九千万党员中没有一个人是人 只有他一个人是人 他自己的概念 你没有资格 有资格的人都怎么了 给他干掉 那网上的人民日报的海外吧 就说任志强为什么被重判 因为他贪污了五千七百万 给儿子的顾问费四千两百万 今天在北京二环路 一套三居室卖多少钱 一套三居室卖多少钱 北京建国门外 香港村上的都是两居室一套 两居室一套 每一套大概两百平米 我去过 刚盖的 当时卖二十万 你说现在卖多少钱 五千七百万拿不下来 对不对 买厕所 非常有可能 两百米你算咯 如果一平米今天二十万多少钱 就说这意思了 你加起来这个数多少钱 故事就这么故事 结果他今天是给他 犯了这么一个钱数 他是做 他是盖房子的 北京改革开放时期的 刚刚改革开放时的 很多房子都是花园盖的 他真的是改革开放执行者 习近平 打他 你们不是 你邓小平不是 我是 你任志强不是 我是 你们都是骗的 就我是对你们承诺的 基本就是用了这么一个非常 任志强的说法 光着屁股也要做皇帝的小丑 这是小丑 但他没认为自己是小丑 他认为自己做得很到位 真的 他自己认为做得很到位 所以 踏了邓小平的路 这是原路的 踏了邓小平的路 同时间 公布任志强的罪名 这些是宣传来的 所以这个手法 应该是 应该是王沪宁来的 在海外 海外 人民日报海外版 登出了他 贪污七千万之后 紧接着 胡锡进说 屁股底下不干净 从而给他定罪 就说 意思 你任志强少来这套 胡锡进出手 那是王沪宁的做法 说任志强屁股下面不干净 打的是整个红二代 打的是整个红二代 而 儿子的顾问费 四千两百万 在任志强被判的时候 没有他儿子什么事 在任志强被抓的时候 说他的儿子跟顾问 跟他的这个秘书被抓了 任志强 被人质 用儿子被人质 被迫认罪 那他都七十了 你判我十八年 你判我八十年 没所谓 我老头了 他的救儿子 他一救儿子 罪名已成 打死你 你们家家都有儿子 你认罪 你不要再说了 我给你儿子留条生骨 你活该了 我伟大 北京人的话 那时候竟穷啊 家里有臭虫 北京人的话 就是说 碾死他 习近平的做法 王沪宁做法 非常遭人恨 真的 北京胡同长大 就是碾死他 那个 弄个臭虫 拿手指的盖 这么碾的 给他碾碎了 他代表人的恨 而他的做法 怂念狗屁 本是没有 但利用这个权力的做法 旁边人又靠不进他 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 太多的人会对他咬牙切齿 他没有任何的怜悯 南巡 先到了潮州 潮州呢 是比较有名的地方 潮州人遍布天下 做生意的 但是呢 他另外一个概念 他是跟台湾的南端 正对应的 所以被有些人认为呢 是台海局势有关 我个人 我个人以为 他营造一种氛围跟声势 他能否真的敢打 台湾呢 说不好 说不好的原因就是说 他现在不太正常 我说不 我说说不好的原因在这儿 而打台湾的 营造台湾的 打台湾的氛围的最佳的时间 是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的投票日 他动手打台湾 美国怎么办 而一个很鸡贼的人 他很鸡贼啊 很鸡贼 很奸华的人 会这么干 那就目前来讲 他我只能说 他营造声势 在他到潮州的同时 在福建的 那是福建的一个市 发出了通知 要求 要求这个相应的渔民 都要 大概从13号明天 从13号到17号 不得再打鱼 然后他们居住的地方 要离开 因为解放军 要进行实战演习 那是正式批文 正式通知都出来 所以习近平下深圳 当然有另外一个概念 是他父亲 做了深圳的改革开放 所以紫城副业嘛 他要拿下邓小平 否定 否定王岐山 用任志强否定王岐山 这是对礼了 对外营造台湾的概念 要营造气势 来表示跟美国不相上下 讨价还价 有人这么写 他讨什么价 他什么都没有 他是虚张声势了 那有人这么写 是因为另外的 他我以为是 所谓的政治观点 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 有个叫李孟居的 这个人去年抓了 台湾人 中央电视台公布了 抓了一大批台湾间谍 营造战争氛围 那个东西都是人质了 这个说他是真是间谍 假是间谍 你让我说都瞎背了 他是人质 这个做法就像弄任志强 瞄着这个王岐山 弄任志强的儿子 去瞄着任志强 道理是一样 抓台湾间谍 营造跟台湾 开仗的氛围 那他到朝中 那亲临前线 那中共的军队 在这个台湾岛的南部 进行军事演习 祖国的领土 不能缺一个手指节 干嘛使 骗子 只是营造一场戏 他伟大 就完了 所有今天想保着中共 你一定被他骑在脖子上 他就像骑驴似的骑着你 你要把他掀下来 你就得把共产党掀漏 你不掀下 你不掀下共产党 他就拿着卡布当 骑着你的脖子 你当驴使 上制栗战书 李克强 下制老百姓 有一个算一个 你讨论这些内在东西 没用的 人家出手大 人家做皇帝 你再讨论说 跟台湾开不开仗 你放心吧 打仗要发枪的 要发子弹的 对吧 你现在买菜刀都不容易 你何往这里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